本港新增42宗新冠肺炎确诊 34宗属于本地感染 大部分是池云山、港泰、护老中心院友 另外,也多3个的士司机证实染病 初步确诊就有2宗 外地输入个案有8宗 一半是飞机师或机冲服务员 因应疫情,政府收紧部分防疫措施 先讲讲最新的个案 34个本地确诊患者 由12岁到95岁 池云山、港泰、护老中心 再有23个院友确诊 大部分没有病征 院舍的37个院友 已经有75人染病 还有前一天确诊的4个职员 平舍村奔记竹棉店群组多5宗 其中两个患者是的士司机 68岁和70岁 分别曾经与一个确诊司机见面 或者与患者驾同一辆的士的不同间 70岁司机的老婆和女儿也确诊 另外一个女确诊者 就和早前已经确诊的丈夫去过捉面店 牛麻地新发茶餐厅群组多一个人确诊 是一个58岁的的士司机 住在顺安村安重流 她不时在凌晨开完夜间之后 帮衬茶餐厅 我们都是有点担心的士可能会接坐很多乘客 乘客未必会知道自己乘搭哪个的士 都呼吁那些的士司机如果是去过新发茶餐厅 或者是宾记 他们真的要留意自己身体情况 少少不舒服就要去看医生 另外有一个外容确诊 她和已经确诊的雇主住在旺角海富苑海运国 源头不明的就有两宗 包括一个94岁男人 住在池云山前安苑安康国 另外一个58岁女确诊者 住在长沙环青山道永龙大厦 经常坐的士 东局强调未来一段时间 疫情都会波动 我们时时都讲了新常态 但当我们开始讲新常态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都稳定 现在今次是第一次在新常态的底下 其实我们有个反复的疫情 所以这个标识就不只是我们香港 香港都不能够独善其身 至于8宗的输入个案 有5个人由哈萨克来香港 包括4个飞机师或者机舱职员 无线电视记者赖细新报道